欢迎收看本节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山东鲁能快速反击 刘冰冰前场右路直塞球道进去 郭田宇小小度进射 董春宇门前站住位置将球挡出 第14分钟 刘阳前场左路拿球远距离出师冷戒 皮球飞向球门重重的弃重力助 反弹回进去 随后皮球被防守球员结尾 第25分钟 接队友中路分球 刘冰冰进去右路到地踩射 将球射向球门远角 门将董春宇望球星探 不过陈敖及时出现在 门前用脚将球打出 第30分钟 宋德福球门正面 接队友横传 球远距离大力轰门 皮球最终高出横梁 飞出底线 第38分钟 刘阳前场左路 45度起球船中 墨伊赛斯门前 包抄投球冲顶 皮球滑门而出 第45分钟 卡达尔前场中路 打出一脚 高质量远射 董春宇注意力 集中将球拖出横梁 半场比赛结束 山东鲁能 0-05汉朱尔 出场阵容 山东鲁能 4-2-3-1 14-王大雷 6-王童 35-带领 4-卡达尔 11-刘阳 22-蒲俊敏 10-墨伊赛斯 21-刘兵丁 23-哥德斯 17-吴清涵 7-郭田宇 U21-武汉 卓尔五四一 16-董春宇 42-李兴奇 U23-34-夏奥 U23-6-李超 5-韩童飞 7-罗逸 36-宋德福 U23-41-陈敖 39-同镇 U23-35-周百兆 U23-21-江子磊 U23-天吉 姚凡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